有你幸福 梦中花端尽足 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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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全球双毛家人 大家晚上好 好 还有FB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好 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感恩主持人的邀请 让我来分享 我是屏东的雪姿 屏东精英会的雪姿 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在还没有进入超马之前 因为我跟我先生是非常热爱打网球 所以就每天会去打网球 但是打网球的当中 因为我先生人人非常的好 他人人都好 我是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样 因为我多少人受到莫名其妙的一些 言语的攻击 都会跟我先生这样说 我怎么样 其实我这个人是非常的低调 我打网球 打一打我就回家 从来不在那边什么八卦之类的 所以我先生我跟着很乱 每次回到家 他都会跟我念 所以就会吵架 几乎都是每天在吵架 所以我想说我真的好烦 我就想说那我不要去打球 我先说不行 你这样又会让人家讲话 说我们夫妻怎么了 所以我说好 那我就去打球 那打球的当中 如果说别人怎么样 我以前的我 当来我就会不高兴 那我回到家之后 也不是说吵架 我就默默不作声 那后来慢慢的 我有想说 这个日子我真的是觉得好烦 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自己退一步 我就放下 那后来就慢慢的 这件事情也是偶尔会发生 那后来2018年的8月下旬 我就是有一位好朋友 接吻我来抄袭生命密码 去参加那个分享会 那我就这样子进来了 那他在那个2018年的下旬 他都每天 不是每天 就是每次都会邀请我说 我们去上课 都会带领着我 我都是跟着他一起 那后来2019年 因为冯神寺应该是太忙了 所以我就慢慢的 就想到有空 就去上那个精英读书会 后来也就是因为我 我打网球又受伤很严重 叫我不能走路 就那一阵子也就慢慢的 就要去抄马学习 但是导师的那个大型的应业 说我一定要回来学习 就是还好就是 那有时的导师 我们的上马系统没有忘记我 又让我回到了抄袭生命密码来学习 那一直我就很认真的学习 因为我们夫妻间的那个吵架 还是没有处理好 我就非常的烦恼 后来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 要来认真的学习 那三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 我就是会上那个 尤其是礼拜四的那个 给营运长的 那个精英读书会 还有屏东的精英读书会 等会去参加 后来我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看到那个 我们这样的分享会 有一位学员 他分享了夫妻相处之道 后来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是哪个地方都没有做到位 我有请教他 他也跟我讲说 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在那个之前 我会跟我先生吵架 吵架我当然是吵不赢他 后来吵完之后 我就会 有一次我真的是非常的生气 在厨房 我就想说 那每次都 我为什么都是我输 我就是 每天 每天都是很认真的 把家里的家事都做完 我真的是非常委屈 因为我从小到大 就是家里最受宠的 我最小 我先生也知道说 我以前 其实他以前是非常非常 对我非常的好 那是因为后来 我们小孩子也长大了 我们年纪也越来越大 就是每天见面的日子多了 所以就会有一些的争执 那后来 就听到这个分享 这个学员的分享之后 我就知道说 我哪里要改进 所以我就 透过地址规 从地址规那边学习到 反求足迹 因为之前的我 真的是我输非常大 因为都是很受宠 所以就慢慢的 我才知道说 我就是 我输太大了 挺有度的 我要反求足迹 我就是从地址规那边学来的 而且有分享者的当中 学习到我就是 我只要去掉之后 我就要透过学习 慢慢的慢慢的 我跟我先生的感情 现在真的是 变得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那我先生 我们家的餐饮 油盐酱醋茶 厨房的事情 全部都是他在处理的 还有早餐 所以我谢谢大家 所以我就一直的跟我先生感恩 每天我第一次做新房 就会默默的在跟他忏悔 所以他现在非常的爱我 我现在是非常幸福 还有我要分享的是 我在6月28号 去年的导师做实练的课程 我有买了票 刚好6月28号是我娘家 我的侄子 她忽然间往生 忽然间往生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我这个课程非常的重要 我一定要参加 那我先生就说 你不会看吗 哪一个重要 你不能去 这样子 因为我跟他讲的时候 我说 那我会把他的那个告别师 我全部都全程参加完之后 我才去上导师的 那个做实练的课程 他没有听清楚 就一直念一直念 后来我就想说好吧 他说那个重要 我就跟那个屏东的朋友 精英国社会里面的学员 我就请他说 那你帮我把这个票 怎么让出去 结果后来就是要有 因为提前有上榜路工修 那我去的时候 前一天晚上我坐在椅子上 我把这个消息放出去之后 我一站起来 我真的是不能走 我脚都走不起来 那后来第二天 我就去上榜路工修 去的时候他们说 你脚怎么了 我说 我就说这样子 他说 你怎样怎样 后来我想说 后来我又回去跟我先生商量 我说 你这样子好不好 你让我去 去上这个十做十练的课程 我把这个也告别师 全程参加完之后 我回家洗个澡 帮个衣服 我就去那个林寺坛 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已经中午时间大家在吃饭 经过这件事情 我那个票用来 把他追回来之后 我的奖就好了 真的 我向所有的超华家人的学院 既然大家都有买了那个 十做十练的课程 这个非常的重要 就是不要放弃 一定要去上导师的 十做十练的课程 这个就是 应该是赴农药蛮紧张的 说我不能参加 他就很紧张 我就这样子警示我 这样子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我住的是大楼 一栋大楼 我们里面有九栋营业 因为我跟我先生 在我们大楼当里面 是最不受欢迎的 因为我跟我先生 会阻挡他们的财路 他们在那个当委员当中 就是 会拿我们的住户的钱 去吃吃托托 就不管我们 还有他们会利用他们的植物 去在地下奥隆停车 停车场那边 停车位 就是没有化格子的 他们就自己去停车 停车 那后来因为我先生 我们很注意这个事情 那 还有开那个祝福大会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自己印了很多的票 就是我们要投票的那一种 他们就印了九个委员 一张票 像一般人家是只有投一个人 我们那边是一张票投九个人 所以他们就是利用他们的那个 就自己去印了很多的委托书 就自己带上保育钩这样子 那他们就会说 我们当委员的 我们有什么好看的 就是之前他们每一个委员 应该是委员当中是应该是义务性的 但是他们不是 他们就说我们是每一个委员 结果那个管理委员可以不用讲 所以你看一个月当中 九个委员 一个月两千块 要一下省很多钱的 那后来因为我跟我先生觉得说 这样是不合理的 你如果说是主委的话 还其实没有够点 还是他有在做事情 其他的没有做事情 那我们就跟我先生 就很认真的去写 写了字 就是一张张的写的时候 去请人家打字 就送 发到那个 头到那个信箱 那后来第二天开祝福大会的时候 那天真的是 这样整间都是人潮 本来以前那个他们就是 一个 祝福大会的时候 本来是我们那边有147户 那他们就是只有二十几个人 这样子都达不到 应该要最少要有三分之二的人出息 你看二十几个人 他们就这样子过关 像我跟我先生 就有一些疑问要提出来 就关麦克风不让我们拿麦克风 因为很多老人家 他们都不知道 叫他们举手 他们就举手 都不知道 所以我跟我先生觉得很 这样子很不对 你这样子都是欺骗人家 就是我们就是利用之物大会 我们就把他们霸擬掉 这件事情 就是等于是说 把这个管理者 所有的委员的那个管理费 我们都是已经把他们 没有那么好的福利 等于是没有福利了 等于是说 我跟我先生打了他们的财务 所以就是一直的要背后我们 那去年的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我一直每天都是心情 心情非常的不好 我每天都是有压力在那边 因为主委说告我先生 说我先生妨害无意 因为我先生在他们的那个 那张投票的单子之后 他们选上之后 我先生有写了一些字 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主委 他就是黑道的 之前就是要打我先生 那我先生就是把他的那个 警察又给我的一张公文下来说 以后那个人就是要离我先生 最少几百公尺这样子 几十公尺这样子 那就是那一阵子就过 我们就把一些的证据 我们都有留下来 那他今年就要告我们 还有另外一件就是地下厚楼的那个 汽车停车位 我的汽车就停在那边 他也是告我轻账 后来我也是就是跟导师讲 跟太阳神德导师 我就是一直都跟他相应 之后那11月1号的时候 我抽到了牌卡 因为我非常喜欢抽牌的 抽到牌卡是说 抽到了牌卡 他是说邪不胜正 邪不胜正 那就是说事情还没有来发生之前 叫我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就说我有天地可以靠 有太阳可以靠 也有太阳神德导师可以靠 叫我不用害怕 叫我说你就是仁法师兄 你一定会 叫我也不用担心 所以说这个毕竟是习不胜正 那后来第二次的时候 就11月4号 他就说叫我私下报备就好了 那我就每天我都做行法 一直到11月30号的时候 这个两件事情 两件官司 那我都有跟天地 跟太阳神德导师 还有太阳公公 我都跟他们报备 一直跟他们讲之后 真的这个事情就圆满的解决了 所以他们现在也拿我们没办法 对不对 因为本来就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就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们烧起生命密码去走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我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太阳公公 感恩太阳神德导师 感恩天地的加持 帮我们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在家 就是要好好的如法事修 让我们的 而且要落实在地上 让我们的生活 就越来越圆满 越来越丰盛 谢谢大家的联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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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